早知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5月20号阿北聊是非 我是总经专家消防人分析师 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在今天晚上的美股如果说就白天亚洲盘的状况 以及现在欧洲盘的状况来看 今天美股向上反弹的几率很高 但是有一个现象我的判断就算短线上要往上去做反弹 空间也不大 那也就代表的是 其实如果说在短期间内 这个股市这种比较偏投机乐观的一个情绪 还没有结束的状况之下 这短线上都还有可能会反弹 例如说大家也都知道我目前都是做空 那这周当台股在反弹的过程 但我手上没有获利出场的空单 多少也有被告 但是我并不会担心 因为我是做趋势性方向性的操作 那短期的反弹都是在预料之中 所以就没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 如果说投资朋友你自己去做空的 我知道在最近很多朋友在Line Ad上反应 都有开始感到有压力 会觉得很害怕 那我简单的讲一句啦 说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比较属于趋势性方向性的操作 其实短线上的涨力都不用害怕 因为趋势它没有反转 简单的跟大家谈 那我为什么判断 美股就算短线开始出现反弹 它的反弹力道跟空间不会强 我先从一个状况来谈 今天晚上的重点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我谈一个现象 就是这几天美股是不是有往下跌 我们看一下比较债券殖利率 债券殖利率是什么 债券殖利率是债券价格的反向 我们看一下美股 美股其实在前天的跌幅很大 这个道琼跌了一千多点 纳斯达克前天跌了将近五% 昨天呢 昨天有企图要反弹 但是反弹失败 昨天还是收黑下来 这两天其实美股的跌幅是蛮重的 但是我们看 如果说这个十年前空在殖利率 这两天它同样往下落 也就代表这两天即使债券价格是涨的 债券价格是涨 那这两天发生什么现象 就说美股有在做一个比较明显的抛售 所以在前天跌幅才会这么大 但是在抛售美股的同时呢 债券有人经常去做买进 所以债券价格是涨 股票价格跌 债券价格涨 所以债券殖利率往下做一个回落 这个就是代表的 我刚谈到的这两天 包括前天跟昨天 它都出现什么 股票市场的资金 它转进到债券市场 这种股转债的现象 如果说是一个股转债的状况 那也就代表 即使美股就算短线反弹 弹起来之后呢 即使它的压力还是会存在 这个就是我标题上跟大家谈到 虽然白天整个亚洲股市都是反弹 而且像这个中国股市 日本股市跟韩国股市反弹的幅度 都还比台湾股市弹的一个力道还要强 还要大 那欧洲股市呢 目前看起来也有将近2%的一个反弹幅度 这个反弹力道都不弱 有可能呢 代表的是短线上 这种股市比较乐观的一个情绪在 那有可能今天就会 昨天美股没有反弹成功 或许今天卖压稍微高一段了之后就会反弹 但是反弹因为 刚刚谈到市场存在的股市的资金转向债券 所以就像短线反弹了 这个压力还是过不去的 我简单来讲 好就这样 好那谈到今天的数据 有一个数据要请大家去做观察 当然在欧洲的通膨率都没有任何改变 例如说我们今天看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 例如说韩国的PPI 这个四月份PPI 它是持续往上冲 从9%冲到了9.2% 再从这个 德国 德国就是欧洲的主体 它的PPI 年率从30.9%一路冲到了33.5% 这个非常恐怖 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年率增幅非常非常的大 好那再加上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数据可能 我们台湾投资朋友要比较关心的是什么 是这个台湾四月份的外销订单 外销订单 外销订单代表的是后续的出货状况 因为你四月接的订单 那你可能是五月六月要出货的 好这个外销订单 上个月是年增是16.8% 三月份是年增16.8% 那原本市场预期四月份应该是增长八点三 但是公告出来已经进入衰退 已经变成了负的五点五 那也就代表 如果说四月份的外销订单已经开始呈现衰退 开始呈现衰退的话 它会反映在哪里 反映在五月份的营收跟六月份的营收 它就会开始出现一个往下滑的状况 那现在如果说你台湾股市来看 其实现在你都还没有接触到什么明显的利空 但是五月份过后呢 你要开始去小心这个 可能很多公司的营收会开始呈现下滑了 六月份呢 可能这个营收下滑的状况会越来越明显 这个我想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做留意 那至于美股的话呢 今天倒是没有 美国市场倒是今天没有什么重要数据 没有什么重要数据 这边是要顺带一下 顺带一下 好那你今天晚上的一个观察的重点 其实在美国市场开始之前 我还是建议我们就先从风向指标来看 就是比特币的部分 其实比特币昨天它已经有蛮大幅的反弹幅度 但是股市却反弹失败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股转债的现象 在这两天它有发生 所以对于这个市场的投机情绪 它可能这个比特币稍微有反应 但是美股昨天反应不出来 所以昨天美股也是要反弹 原本盘中也是要反弹 那为什么收盘还是往下落 就是刚刚谈到的股市的资金转向债券 这个现象造成昨天的反弹是吧 好那今天呢 今天比特币它反而在美国市场开始之前 它没有再往上走 没有再往上走 好那这也就代表的是今天就算美股反弹了 大概盘中的压力还是会在 所以它反弹幅度不会大 那会不会今天比特币又往下落 如果今天比特币又往下落呢 那这个刚刚谈到的这个债券的股转债的现象 还是持续出来的话 那那你就要去小心 会不会今天美股反弹还是不成功 还是有面临到实质性的卖压 这个今天晚上 就是没有办法去排除 因为现在看起来 当公债值率来到了3点多%之后 那开始吸引到一些 比较保守的资金 它可能认为3%固定的利率我已经够了 可能就吸引到一些比较保守的资金 开始进场去承接债券 所以让债券价格在这段期间开始出现反弹 债券值率往下落 但是这个债券值率会不会反转下去 我跟大家谈到它不会了 因为接下来美国的FED的利率会越升越高 那所谓的实际性控裁值率 这个无风险利率的标准呢 它应该还是会 必定啦 必定会维持高于FED的利率 维持高于FED的基准利率 那当然现在FED的基准利率只有1.25 1.25 那如果说 它有没有可能回到2% 这个就不排除 但是我认为在趋势的一个状况之下 因为大家可以预期得到 应该在 下个月就到1.5了 两码就1.75了 那7月份呢 可能就超过2%了 那你要在接近这两个月 这两个月的期间的利率可以升到2%以上 你要债券之间跌下来2%是不容易的 而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就会支撑 就是说它消化掉一些进场承接债券去做避险的资金之后 只要这一波的避险资金进入账券避险的动作结束 它还是会回到原态的趋势之上 回到原态的趋势之上 那今天就是 谈的这几个方向 那另外就是在美元 美元最近的回调幅度也蛮大 这个都是市场的一个 简单来讲 其实在做外汇 外汇当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涨幅 那代表的是 其实交易外汇的获利很大 因为外汇都是高杠杆交易 高杠杆交易 那高杠杆交易 如果说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升值幅度 那其实做多美元的获利都很大 那当然获利幅度这么大的时候 它就累积这么大 从这个我们看这一波的涨势好了 97.7一直到这个104.7就好了 97.7到104.7 这个升了多少 104.7.7 大概升了6 美元指数升了6 那升了6如果说你在做 这个所谓的美元外汇 这一口美元外汇大概2000的保证金 2000的保证金 那它从97.7升到104.7 一口这个外汇的交易 可以赚到6万美元 2000美元的保证金 赚到6万美元这么大的一个幅度 那它难免会有一些 比较大的一个获利了结卖压出来 获利了结卖压呢 当这一些多单的获利出厂结束之后 那这个美元这个多单的一个卖压高一端了之后呢 那它就会开始怎么样 又会回到原先的趋势 又会回到原先的趋势 那所以我想在昨天的这个状况比较异常 因为昨天美元是大扁的 昨天债券直率也是往下落的 那昨天呢 在这个比特币 比特币昨天是大涨的 那如果说从美元大幅往下落 比特币大涨 债券直率往下落 昨天应该 美股不是走出这样 它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为什么没有反弹成功 就我刚刚谈到的 短期它有出现一个 股市资金转向于债券的现象 所以也是造成昨天美股没有办法反弹成功的原因 那另外的一个状况就是 我请大家要去留意的 这个美股的护盘指标 昨天为什么美股没有反弹成功 这个美股的护盘指标 昨天再往下落再去创新利 那昨天又跌了将近2.5% 也有将近2.5% 那也可能就是代表 即使以美国政府的态度 即使你最近从FED主席 报尔的公开谈话 你也已经接收到那个讯息 就说以美国政府来看的话 现在他不会把重心摆在于安定股市 安定金融市场 他要全力把重心摆在于打压通膨 那报尔的谈话也已经明白表示了 我不会为了想要稳定股市 然后缩小他的一个资金的收缩力度 也就是不管你股市要不要跌 我就是要强力的收缩资金 强力的去打压通膨 那他可能也就是代表说 其实美国政府来到这个阶段来看 他的目标只是要打通膨 他就算股市要跌 他也可以不管 他也可以不管 所以那可能就代表 是美国政府对于美股 他这边可能有要放手 让他去做修正这样的一个意象 他也是昨天苹果再往下落 再创新创低 然后美股没有办法成功去访谈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个我想他都是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联动性 好那既然昨天出现这样的现象 会不会今天晚上 如果说早盘美股出现一波反弹之后 盘中又开始出现一个股市的资金流出转向债券 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判定 但是以今天亚洲股市 白天亚洲股市跟目前美国股市开盘之前的欧洲股市来看 今天反弹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 我只能够这样做定义 好那其他的我们看一下 其他大家比较关心的商品 例如说黄金 黄金在这一天他往下落到了1800美元 我是不是直接了当的跟大家谈到 我的观点不会改变 1800美元之下就是一个做多的机会 所以你现在看到他上来 好那一天是不是很多朋友认为 这个黄金反转了可能要大幅往下跌了 我直接跟大家谈到如果你要做黄金1800美元之下 你就是去做多因为他就是一个机会 未来他可能还会见到2000 但不是他直接往上上2000 就是他会开始慢慢的震荡转强 有可能会再来上测2000 但是2000之上我认为他没有条件去往上涨 这个都是事先跟大家谈的 不是现在来谈好 只是说如果今天跟你说黄金2000块以下是买点 后续有机会往上 那当然你听起来就有道理啊 因为他已经打出底了 但是我在这一天当很多朋友质疑 黄金是要往下反转要走空了 我是在当他回撤到1800美元之下的这一天 我跟你谈的 我想我带这个就是说 你很多时候操作 你要预先去做出一个方向性的预判 如果你没有做出方向性的预判 你会在低点的时候去做空 你也会在高点的时候去做多 为什么 因为你本身你没有一个方向感 那如果说你没有方向感 那你就是随着市场行情的波动 随他去做摇摆 看他涨到2000块以上了 市场说他涨到2500要涨到3000 就拼命的做多 是不是跟大家谈到 其实方向上不可能 因为他上面2000之上有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美元持续的升值 一个就是市场利率持续的走升 资金成本往上扬 所以2000之上我认为没有空间 所以你就不会在2000块之上去做多 你反而会在2000块之上去做空 就像在前几天当他跌到了1800美元 如果说你自己没有方向 那你就随着这个价格走势在那边摇摆 你看到他跌下 哇 这个很大的一个空头趋势成来了 出现了 黄金已经反转了 你就去追空在1800美元之下 现在那现在怎么办 贵振纪又到2000 你要怎么做 这个我想都是一些操作上的观念 操作上的观念 例如说像原油 这个希德座原油的部分 这边是不是就有朋友问到说 这个油价是不是反转走空 我是不是跟大家谈到 他没有 他这边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低档 那你要做原油就是做多 像这边又回落下 我也跟大家谈 这个就是一个低档 这边又一个一天大跌 然后又撤下 我是不是跟大家谈到 反正现在原油的一个压抑的动作 大概已经化解了 所以他会慢慢的 沿着这个上升趋势再走 对不对 好 那就像这边 俄乌战争发生的时候 冲的这么高 那时候大家都说 原油要飙涨到200美元 我是不是跟大家谈到 你要小心 因为他噴出到这里 他脱离这个上升趋势线 已经很远了 这边不是去做多原油 反而是你原油有做多的 可以去做过率出场 那你等什么 等他回到这个起场点 在这里我就跟大家谈到 你要做多原油 等他回撤这个起场点 对不对 他有没有回下来 回下来是不是就做多机会 在撤下来是不是做多机会 在撤下来是不是做多机会 好 这个都是 我们本身 很好要从大环境去判断这些价格的趋势 而不是受到价格的波动去摇摆你的操作方向 如果你自己没有方向 你就会受到市场这种波动的一个干扰 然后冲上去你去做多 杀下来你去做空 冲上去去做多杀下来去做空 但如果说你把我的话听进去 你有一个固定的方向概念 就是它是一个上升趋势 那上升趋势呢 脱离趋势先太远 他当然就是做空 回到上升趋势的位置 当然就是做多 大概就是这样的观念 这个都是过去 我想你持续有在收看阿北聊是非 我跟大家谈的这些商品的一个观念 这个都是过去一直跟大家叮咛的 那我今天落里落说 说这么多 主要跟大家谈到其实大环境的方向都没有改变 因为通货膨胀的趋势到目前为止 从各个国家的数据来看 完全没有任何减缓 完全没有任何减缓 那当通膨的趋势没有任何减缓 所以通膨所造成的这一些方向性 它就不会改变 例如说油价往上它不会改变 例如说这个 债券殖利率向上的趋势 它也就不会改变 例如说像这个美元 美元往上的趋势 它就不会改变 但是呢 像这种上行 像这种涨势 它不能一直涨 涨一段之后 它就会面临到多单的获利了结 就会开始有一个调整休息 涨一段之后就会有多单的获利了结 就会有一个调整休息 涨一段之后就会有多单的获利了结 会调整休息 好 那调整休息过后 那它就会回到原先的趋势上 那我跟大家谈这个 就是回到大家比较关心的股市方面 好 那既然这些方向不会改变 那就代表美股啊 接下来这个空方趋势 它也就不会改变吗 只是说跌多了 它会有空单的获利了结出场 它就会反弹休息 跌多了会有空单的获利了结出场 它就会反弹休息 跌多了会有空单获利了结出场 就会有一波的反弹休息 但是反弹调整结束之后呢 它还是会回到原先的趋势之上 还是会回到原先的趋势之上 这个我想是在操作上 我简单的跟大家谈 我的理念就是 你先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出来 好 当你自己本身有方向 你就不会随着行情这种短线上的波动 去影响到你的判断 那如果说你自己没有方向 那你的判断就是随着行情波动在判断 然后涨上去你就以为要涨 跌下去你就以为要跌 好 那这样如果说随着行情波动 再做一个操作的话 那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会去追涨 杀跌 追涨 杀跌 然后呢 你的交易就是买高卖低 买高卖低 那当然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操作 破例出来 当然不可能会有任何操作破例出来 好 那今天周末我们就 呃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回复一下 我们今天早点结束 好 好这边呃 蔡继轩问道 外资期货转多该如何解读 呃这个其实不太需要去解读啦 啊因为 呃 期货转多 只是一个 我你你讲的是这个 呃 六月份吧 六月份刚开仓而已 刚开仓而已 那开仓呢 而不代表他要去做多嘛 啊 那他可能是一个呃呃一个呃认为这个股市跌多的一个避险动作好的一个避险动作因为期货一般来讲外资是做避险的因为最近外资在于现货方面卖的很多啊卖的很多啊卖的很多那如果说他判断短期有可能会有一波反弹他来不及做一个股票的加码啊他也没有想要去做加码呢那那或许他只是要掌握一波有可能的反弹机会大概就这样的好那温 曾俊雄问到呃过去十个十几个月美元涨势目前修整呃并可能出现三月以来周先下跌原先受压力的欧元日元是否可能反弹呃反弹有可能啊啊啊但是不会反转啊啊啊那反弹这是这是比较难去判断啊反弹到底会反弹多高啊反弹多久这个都没有办法去判断我唯一能告诉你的是趋势好趋势美元趋势向上的方向不变好这个这个是可以确认的好啊 阿远问到呃今年台股成交量长他量会于多少时间有可能到呃1500亿上下有可能啊大概到第四季以后好他是这个这个成家的收缩他是会逐渐的收缩下来好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最低量好目前看到最低量是1700多亿嘛那可能再过一两个月你会看到大概呃最低量有可能就到1500多啊如果到年底呢可能最低量有可能到1300多或1200多 好他是一个循序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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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俄国政府他觉得他就是想要放手让俄国债券去违约 那他就违约了 因为这个是属于政府债券的问题 他会不会违约是由这个发行政府去做决定 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去做判断的 好那这边有朋友问到 航空外资金转买买钞怎么看 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我认为这没有意义 如果说你觉得现在外资买钞股价就会涨 那我们就谈一档台积电好了 你去看一下台积电从620块一路涨到680块 这一段外资怎么买 涨到680块那一天外资买钞了多少 你去看一下 680块那一天外资买钞了多少 这个台积电啊现在台积电是涨到800吗 那现在台积电是落到600 落到500块 所以你不用去管这个 因为外资今天买他不明天就卖了啊 好所以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参考性 好那这个我想还是要呃就是不用去管这种短线上的一些影响性了 因为短线上的这一些影响性 他可能明天就不见了可能就明天不见 好会让整个市场趋势发展 第一个根源就是在通货膨胀 因为通货膨胀所引导出来的利率开始全球利率的大幅的调升 通货膨胀引导出来的全球资金开始收缩 然后引导出来的经济景气的反转 好这个都是确定的 这这个才是确定的 那其他的那些都不是确定的 你今天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方向 明天可能就另一个方向 啊这种比较情绪性的波动 我认为没有值得参考性 好没有值得参考性 好那今天谈这么多就是 今天晚上美股反弹的机会很高 那但是他没有一定好 因为如果说在股转债的资金移转没有结束 啊或许找盘谈上去盘中又卖压 那就算反弹啊当然当现在出现一个股转债的一个这种波动 这种状况出来的话 就算短线开始出现一波反弹 现在反弹的幅度也不会大 这个是今天呃对于行情我个人给到的一个我的一个观点 好那当然我的观点不一定会对啦 啊还是提供这些提供大家去观察一些指标 大家可以养成习惯去持持续观察这些指标的一个 麦道以及他的一个走向 然后呢可以慢慢的养成自己的一个独立思考判断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下周再会